大家好都是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千万别买开篇 感谢玉璧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阿玉的宽容和理解总能超出我的想象 凡请大家把格局二字打在公平上 另外不计联盟作为免费游戏似乎和别买联系不到一起 但千万别买这个系列 其初衷就是归入一些让我非常挠头的游戏 好了快速声明到此为止 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 在左战中工十年曹窥论战中有这么一则经典名言 复战勇气也一鼓作息再而衰三而劫 意思是说作战依靠的是士兵的勇气 第一次击鼓能够提振士气 再次击鼓将士们的信心将会减弱 第三次击鼓士兵的勇气就会衰竭 其中寓意是讲做事讲由一气呵成 抓住机会不要浪费时间和力量 否则就会失去胜利的可能 时隔千年把这句话安在本期的主角 不羁联盟身上 简直不要太应景 2023年初有大把的机会留给了不羁联盟 FPS的两大巨头 COD和战地当时过的都不算太好 政治玩家们怨声在道 忠心希望有个产品可以给厂商们善善眼药 同时能够唤醒沉睡的设计游戏市场支持 彼时彼刻扛着免费招牌 身上闪耀着玉璃全明星光芒的不羁联盟一进场 便依靠他快节奏的战斗 吸引了大量设计游戏爱好者的注意 在对不羁联盟早期版本评测中 我就曾谈到 本作让我找回了早先打COD的那份快乐 那时本作热度仪可谓是如日中天 属于你随便聊两句瞎劲直播一下 都会有不少人愿意注足观看的程度 尽管伴随事件推移热度一步一步走低 但负责人讲 只要预避愿意在2024年到来之前 把不羁联盟推上前台 仅凭游戏的余温也足以保证他有 让绝大部分人都满意的关注度 结果官方撂下一句 我们去更新游戏了 中间除了偶尔几次的不大不小测试外 就把不羁联盟的发售 直接推到了一年后的今天 365天或许无法让你忘怀某个人某件事 但绝对能让你把一款游戏 望他个一眼而尽 毕竟每个月都有无数新游戏 登上各种平台 冲击着玩家们的眼球与大脑 更何况不羁联盟就仿佛是玉碧的妻子一般 在他返场维修的这段日子里 公司甚至都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 一眼也盖之 当不羁联盟蓄日东升的时候 玉碧果断放弃了进取的时机 而当玩家们关于这款作品的记忆 所剩无几之时 他们反而想要大众对于不羁联盟的到来 心中满怀期待 去你妈怎么可能 再给大家讲故事 遥想去年4月 玉碧社群拉了个Q群 寻找友谊制作不羁联盟视频的up主 彼时群里人声鼎沸 属于有发个呆 群消息已然99加的级别 带到两个月后的第二人测试 群里瞬间冷清了一半 但至少有几个铁粉 稀稀拉拉的嘟囔几句 等到今年的5月下旬 时隔一年后 当不羁联盟终于正式发售之际 我们那个群早已�雀无声 鸦雀无声 当天尤其只有一个哥们冒了个泡 卧槽 这B游戏还没死呢 好 我们咱且把实际的问题搁置一边 来仔细审视下 这款回路大修了一年的游戏 究竟带来了什么 让玩家们耳目一新的体验 一上来就是个大技能 开局当天服务器天崩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玩家 通通被打在服务器之外 一个人都脾回不到 老子他妈坚持到凌晨一点上线 一直挨到凌晨三点多关播 连一局都没玩上 没了没了没了 傻逼逼逼 逼逼是真的傻逼 我说得了 真他妈傻逼 玩家们天天叫你土豆服务器啊 土豆服务器 你不会觉得我们是在夸你吧 不会吧 还有你要说COD或者暂地开服崩了 我还能着物两句 人家毕竟FPS第一体队 用户数量无比庞大 你们这个不机联盟怎么着 也万众期待吗 你也配 紧接着一套组合剂 时隔整整一年 不机联盟的武器库 从头到尾只添加了一把武器 还是专门为骗玩家课金通行证 做的突击不下MDR 工作室更是连一张新图都没有做 我开服当天连续打了不下五个小时 把地图库离里外轮了三圈 全是老地图一遍又一遍的在循环 我见过摸鱼的 我没见过这么摸的 我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不机联盟工作室 这么不要脸的 我忍不住要问一下他们 你们这游戏一年后才正式发售 期间究竟更新了什么 更新了版本号吗 制作组一直不厌其烦的说 再修了再修了 究竟又修了什么呢 是修了价吗 能把我安排进育碧工作吗 我保证每天至少腾出20分钟干活 不敢说超过育碧平均水准 单就这份辛勤劳动 我自信能越过99%的 不及联盟工作室成员 奇葩的是还在后面之前 TTD的毛病改了吗 没有 依旧还是我打敌人向哪派 敌人打我向硬派 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 我看很多玩家在吐槽 这游戏的TTK有问题 其实真相是 TTK的毛病远没有TTD那么大 你见面被人顺杀 也不全是由于糟糕的TTK 而是死亡时间的网络代码 打造出现了纰漏 你这边反馈的画面是 敌人刚冒头 莫名其妙就把你送回了泉水 反过对手那边的画面 则是玩家跟个智障一样 站在平面中 至少半秒 枪都不开 别看半秒不长 这可是射击游戏里的半秒 另外关于这个问题 我他娘的一年前 在评测中就曾经提到过了 严格来说有TTK 但更多90%以上是TTD出了问题 与同时 丢包瞬移 吞子弹的情况 同样屡见不鲜 层出不穷 几局打下来 一股无名之火 反复在我心底生疼 同样在一年后 没有得到修正 依旧原汁原味端上来的 还有吞子弹的披露 十发子弹盯着人打 能有三发中 我就恨不得跪下来 感谢上舱眷顾了 不羁联盟的子弹 每一颗仿佛都有自己的想法 不会是法国人的游戏 法国人的子弹 实在是太自由太浪漫了 咱们推一万步讲 吞子弹这件事 倘若所有枪皆是如此 从某种角度去审视 倒也不视为一种公平 它坏就坏 在枪和枪之间大有不同 这份差距 直接导致 不羁联盟武器平衡的离谱成功 突破天际 狙一枪独占塔尖 半自动和几把大机枪 凭借着较低的吞弹量 同样能够分得一杯羹 特别差距 你要是感觉自己的技术 没那么强 又苦于短时间内 无法提高的话 果断拿起机枪吧少年 之后你会感谢我的 别再想着ACR大战MP7了 综上所述 不羁联盟大修这一年 可谓是硕果累累 尤其只有两个地方 未能修改 分别是这也没改 和那也没改 为了做好这期节目 还特意把自己去年 写过的有关不羁联盟的评测 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越看越绷不住 这么说吧 我把它改个日期 重新再发一遍 估计观众们 也不会感觉有任何违和 这B游戏就神经到这种程度 工作时一年啥也没干 最后舔着个B脸 就敢把游戏发上来 我也忍了 最可怕的事情来了 他们担心工作不往晚 被人看出来 还往正式版里加了点内容 主打一个生怕游戏 死得还不够快 首先游戏明明是在追求 快节奏的战斗 结果不仅匹配起来 慢得如同蜗牛一般 而且开场前要等20秒 结束后要再等20秒 下一局开始前 还必须忍受一次 时常不等 有一定概率卡住的黑屏读取 好不容易通过 枪斗累积起来的兴奋值 硬生生从高点被拖到了低谷 其次他那个武器解锁 竟然用的是他妈的挑战解锁 学什么不好学COD 单就武器库这一块 注意我只针对这一角度 纯属纪念答辩 两坨石抱在一起 相互取暖了 再次这游戏的经验值 给的那叫一个寒酸 我拿着一把心枪到处乱杀 打满全场 屁逆众生 结果事后定眼一看 竟然连第一集都没给我升上去 人都给我整麻了 说句难听话 不就是怕我们发现 你这游戏东西少吗 最后是他那个通行证 你说你想赚钱没毛病 你当然把通行证的东西 设计的好看一点啊 不说被COD和占地的美工碾压 真给我的感觉就是 游戏三天后就要正式发售了 毛线还没做出来呢 一帮人加班加载 凑出去团糟粕 除了枪皮不好看之外 甚至还存在严重的读取问题 视频一经尾声 我们照例总结 讲道理 不羁联盟的底子真不赖 不是那种姐妹 你底子很好的恶意奉承 而是真心实意的感觉 这款法国COD有点东西 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 玉璧既然能耽误 不羁联盟整整一年 我更是万万没料到 工作室在这一年中 更是称得上毛事都没做 还给游戏倒找了不少麻烦 如今看来我不敢说 不羁联盟的明天一定不可期 一定全是黑暗 但在卧龙和凤楚的鼎力辅佐下 我真的不敢再对不羁联盟的未来 抱有什么憧憬和期待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童小师 我们下期再见